我觉得我跟导演 就是我跟这个戴思杰导演在一起 没有什么障碍 因为我觉得在这拍戏之前 他只见过我一次 他就决定用我 所以我感谢 我很喜欢有人相信我 因为他在相信你的时候 就是他就肯定了你的能力 那么我觉得我很 我很感激戴思杰给我这种信任 所以在我这个 我回报给他的也就是这种信任 那么在拍戏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在相信一个人的时候 他所要求的一切 我觉得都是我 我愿意尽量去做的 因为这就是回报 也是我非常有好的感觉的 我觉得这部电影 不仅仅讲的是爱情的故事 我觉得最主要讲的是 一种反抗的精神 他们一种年轻人 对当时那种 所谓不平等的社会压力的 一种反抗 这个片子可能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去讲的是这一点 Leo就是这一点的具体体现 是因为我觉得Leo这个人 他的个性就是一个 他是一个比较冲动的 他内在很活跃着热情的 一个年轻人 他反抗一切 他认为不合理 加注在他身上的压力 对于小裁缝的追求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 一个是 当然一个是异性相惜的 这种天性 第二个也是一种反抗 他觉得 他在那么一个 有压力的一个农村 怎么生活下去的支点在哪里 他终于看到一个小女孩 一个让他生活亮点 但是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那个时候的青年人 不应该找一个当地的女孩 因为 这是不符合规矩的 但是Leo就敢做 因为他要找的一个符合 他自己 他认为对的一种生活状态 所以他去追求这个女孩 他现在有什么样的 在哪里 他在哪里 都在哪里 都连着了 因为他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